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台湾是全球最幸福的地区跟国家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我们这样 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 除了你是被检疫的 你是病患以外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所以这一段时间 我们还是要大家努力大家在一起 当然疫情指挥中心政府要努力 但是我们全国的国民要珍惜 我们会求全责备 但是大家还是要